這樣就好了嗎 彰化射頭市場裡 一位年輕正妹熟練的把魚放上棒襯 這熟悉的臉孔你還記得牠嗎 對 還記得牠 一位辣妹身穿細肩帶 彎著腰熟練鯊魚 看了讓人臉紅心跳 眼神不知道該往哪裡放 這位正妹就是26歲的阿鵬 號稱史上最美魚飯 她同時還是一名直播主 但家裡賣魚 從小在菜市場長大 上回回家幫忙就成了矚目焦點 這次碰上小年夜回家支援 就是過年過節一定要回來幫忙 甚至還有粉絲專程從南投來買魚 從南投過來不會很遠嗎 不會啊 愛心就不會遠了 路過看阿鵬了 阿鵬還透露今年賣魚業績成長五成 打算包給爸爸媽媽 各十萬元的大紅包 那今年我會包十萬 就是希望他們就是 新的營養都適成十美 這樣 很開心 很開心喔 那就是黃魚魚因為黃魚比較好煎 然後又這樣 然後還有這個鱸魚 所以價錢也比較不便宜 除了幫忙處理漁貨 阿鵬還專業的替客人介紹 年節應景的漁貨 工作認真又效順 讓人大讚人美心也美 記者陳盛偉 連家姓許又翔 彰化採訪報導